第二劑疫苗明明都还没有打 没想到竟然接到通知说 自己已经被混打了高端疫苗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台北市有一名孕妇 原本预约上午要打第二剂的莫德纳 但是前一天却被医院通知 系统显示他第二剂已经混打了高端疫苗 让当事人觉得莫名其妙 更害怕会不会因此 就打不到第二剂莫德纳了 当下只能够直冲疾管署求助 但是即便人都到了现场 还是没有办法立刻解决问题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回应 这名孕妇目前已经顺利地 打了第二剂莫德纳 而初不了解应该是医院端 上传资料有一批弄错了 还不清楚错误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会请卫生局来进行调查 拿着疫苗扫黄卡 孕妇陈小姐终于打完两剂疫苗 不过这第二剂来的是一波三折 查一查健保快一通 明明第一剂是打莫德纳 第二剂怎么变成混打高端 他们查内部系统是没有这个记录 但是他们查中央系统是确实有这个记录 所以他们会帮我追踪这件事情 那后来追踪到最后是没有办法有结果 因为他们说已经上传了 那请我去在做中央后续那边做处理 陈小姐9月6号接种了第一剂的莫德纳 好不容易抢到10月5号第二剂的名额 但就在施打前一天 却接到医院来电说 系统显示她已经在9月30号混打了高端 陈小姐先跑到大安健康中心询问 得到的答案是没有权限处理 中央北市府一样没有结果 最后决定直奔疾管署 专员查询后确定是系统登记错误 而且不只她一人碰上这个大乌龙 很惊险 刚好在开诊之前刚好修正完 可以打到了蛮开心的 医院端在上传的资料的时候 有一批资料她弄错 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她的错误是怎么样发生的 指挥官程序中回应是医院端物质讯息 医院也致歉正在和机关署比对资料 受影响的民众都会协助完成接种 虽然当事人已经顺利的施打到第二剂 但凭空冒出没打过的疫苗 让停着四个月肚子的准妈妈到处奔波 实在很困扰 谢谢台北综合报道